開心 期待了很久 但終於到了彩排 真的在這首歌裡 首先是若形選擇的 當知道你選擇這首歌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 你應該有很多情緒 因為我留意了你幾集 都有很多故事 哭爆 我只是覺得你這首歌 就是好好沉澱一下 去想一下那個歌 代入去 不要哭就行了 不哭就行了 不哭就行了 因為本來這首歌 《少亡書》也不是一首合唱歌 所以我們在人聲部分的設計 我們下了很多苦工 是 在鍵盤 怎樣轉鍵 然後前面高後面又低下來 還是怎樣再harmonie 這部分我們花了很多心機 在這裏很敬重地 多謝我們的師兄吉吉 他真的很好 你知道他編寫的和音嗎 我一聽到收到的時候 就是 把那首歌 因為他好像剛才這樣說 這首不是一首 本來不是男女合唱的歌 但是因為 我們有一個主題 選人生道理的時候 我最後選了這首歌 我想可能有看的觀眾都會知道 雖然之前有人覺得 你又哭或者怎樣 但其實我每一次選的歌 都會很想有些訊息 或者別人聽完會有力量的一首歌 而這首歌就是 我覺得我聽完會有力量的一首歌 然後 他很好 我們最後的感覺 好像一個哥哥 他有多些經歷的人 本來是哥哥而已 你害怕你的叔叔 是哥哥 他有些經歷的人 去開架一個 仍然在痛苦裡的人 然後慢慢走出來的 就是好像哥哥和妹妹的身份 沒錯 所以你看到我們一開始 他唱歌的時候 我走出來就看著他 就 你作夜化的夢 就是可能是有一種 跟他說的一些說話 叫他不用擔心 這種感覺我覺得很棒 剛剛在台上 我們就感受到那種感覺 沒錯 還有 我覺得這次的合作 我不知道你能說不 就是我覺得我們的想法上面 對音樂上面某些看法 很相近 所以排的時候 都算順利 很順利 一直都很順利 大家都沒有咬過 這樣是怎樣 就是大家意見上 都是很相配的 還有他的聲音很溫暖 就是能夠做到這首歌 我們想法上面想做的東西 他台上的表現 我覺得首先是 比我想像中 他這次的東西 我覺得鎮定很多 不知道為什麼 通常合作我也會鎮定 對 我覺得 你好像鬆融很多 合作我也會鎮定 保持這個感覺 我想你有這個鬆的感覺 總之是 我們這首歌 你是妹妹 胡鬧一點 哭也好笑也好 總之盡情釋放自己 我就相信你一定會好好好 不是 又不是 連歌都可以 但是我會覺得 他一直以來 他的比賽 我感覺到他 他有很多事情想 是啊 我又不停留意著你 所以希望你 想是對的 他有一個很感性的人 所以他可能唱歌 就會有很多故事 想表達 但可能就會 影響了 影響了 影響了他當時那一刻的狀態 那我覺得 這個會 如果你穩定到 他一定是很好 所以我這首歌 他一開口 其實我有幾下是無本動的 真的做到那種氣氛 是他 好像一個小孩子 去 對於將來的期盼 我覺得他做得很好 加油我們 我會保持 希望我可以穩定發揮 他已經幫了我 他已經幫了很多 信心是在 我不敢說幫不幫到 真的 但是我們也盡力了 是 因為我覺得分數也不要理他 說真的 一首這麼高難度的歌 本身獨唱已經很有難度 這首歌 還要將它變成一首合唱歌 要有新的元素 其實我們花了心思 我想這件事已經是 我們已經盡力了 一切就交給我們台上 到時發揮 我相信會更加感動 因為剛才已經有幾下 我看到大家 我跟他互望的時候 已經是有一種 我們幻想中的畫面 呈現出來 我希望到我們真實踩台的時候 保持那個水平